将军穿风树 和楚国公子 公子为两个人争弓 两个都说郑国将军是自己的族关系 楚皇就没办法决断 就找着太史 白周黎来做判断 这位白周黎是个官场老手来的 为人十分圆滑 最会趁风洗陀的 他就说大王这样就好意的 郑国的囚犯是个将军来的 找他来问一下 就知道是哪位族了 楚皇就下令带郑国俘虏上来 要他认是谁去逐他 那时候白周黎站在右边 公子为和川丰树一拍站在左边 郑国夫人站在对面来认人 只见那位白周黎 善将手举到高过头 就指着公子为公公敬敬地说 这位是国军的弟弟公子为 说完呢 白周黎就摔下了手 指着川丰树说 这位是楚国将军川丰树 这位是国军川丰树 那位郑国夫人呢 看到太史刚才介绍两个人的时候 对公子为公公敬敬地 把手举到高过头 对川丰树 不说道如果有人买着链去 那位郑国夫人呢 买到高上丰树 这位郑国买到高上丰树 那位郑国买到高下丰树 那位郑国买到高下丰树 那位郑国买到高上丰树 而公共买到高下丰树 那位郑国买到高下丰树 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我捉到的川楓樹來搶功 那個川楓樹啊 生氣到眼火出煙 撲到旁邊兵器架 一手奈枝話擊 要殺公子衛 太使就快點死命拖著他 不行啊不行啊 不要動手啊 楚國大王見到這樣 心知肚明 知道自己弟弟搶功 但是又不好意思當場拆穿 楚國國軍就親自擺走 和川楓樹公子衛兩個來講和 就當作兩個一起抓住這個俘虜的 兩個都受重賞 後世有句誠語 說上下其手 就出自這裏了 就是諷刺那些造官的 為了自己私利掩著良心 不分是非曲直 顛倒黑白 利用職權 信私包庇 什麼意思 那楚國這個會 打敗了鄭國之後 就收兵回國 秦國呢 也都班師會朝 那秦國來幫助楚國 進國也不敢輕敵 那時候呢 進國國軍 進道公 是個有作為的人 他一上任 就殺出圖案架 為趙屯申縣 他用趙氏孤兒趙武為大夫 又任用韓缺做元帥來主持國政 大力來整頓進國的內政 他就趁著吾國拖著楚國的後腿 乘機就派兵收復了宋國 那宋國呢 本來就被迫依附楚國而已 所以一下子呢 又歸回到進國這邊了 那時候呢 進國軍中有個中軍衛 叫做旗系 已經七十幾歲了 年歲大了 就向進道公提出要告老還鄉 進道公就問他 誰可以接替你的職位呢 那個旗系就推薦 由蟹湖來接飲 進道公一聽就惡言 哎呀這位老將軍 什麼這麼多都不推薦 偏偏推薦那個蟹湖呢 原來啊 蟹湖和這個旗系呢 是世仇來的 兩個人平日從無來往的 除非不見面 見親面就草草不休 水火不相容 故此進道公聽到他說 推薦蟹湖 就覺得奇怪了 就問他 老將軍 蟹湖是你仇人來的嘛 為什麼你推薦他呢 主公是問神誰最適合做中軍委 並不是問神誰是仇人嘛 只要蟹湖能夠稱職 那他是不是神的仇人 並無關係啊 進道公聽到這麼說呢 就立刻派人去召蟹湖來 誰知道真的有這麼巧啊 蟹湖剛剛得過急病 沒內就死了 進道公又問 那蟹湖死了 又找誰來接替你的職位好呢 旗系就說 那不如找旗伍啊 什麼啊 找旗伍 旗伍是你的兒子 那不怕人議論啊 主公是問誰適合做中軍委嘛 只要真正的人才 我仇人亦不計較 是我親骨肉亦不悲己 我只知一心為國著想 不計其他 進道公又十分讚賞其係 唉 你真是舉言不備仇 賤言不備親 好像你這樣的大夫 真真正正大公無私啊 進道公就任用其係的兒子 其五為中軍委 過了幾年 元帥韓缺也年老要求退位釀言 進道公又不肯 韓缺就說 神才智有限 加上年老歷稅 現在盡楚爭霸 鄭國又反覆無常 陳國又叛亂重楚 國家多事之臭 一定要找個有德有才 洪徒大略 又精力充沛的人來當元帥 這樣才能夠為主公鞏固霸業啊 神就推薦智鞏來接替元帥之為了 進道公見都這樣 只好就拜這個智鞏為帥 就被韓缺辭官歸故你了 這位智鞏 是春秋時代一個非常出名的人物來的 他本來就是姓孫明鞏 因為後來他做了三軍元帥 他的叔叔 孫賢 也是進過一位上軍統帥來的 兩叔侄就在一起 又都是當元帥 好而撈亂的 孫鞏父親的封地 就在智的地方 故此孫鞏呢 就將父親封地的名字 就拿來做姓 又叫做智鞏 他的叔叔孫賢 因為他祖先做過中行將軍 就拿祖父的官衡中行來做姓 故此呢 這個孫賢又名中行賢 我們古人的姓氏確實複雜 兩叔侄 一個姓智 一個變成姓中行 那說起智鞏呢 還有段來歷 當年在備城大戰 晉國就打了一場大敗仗 但是呢 晉國呢 也抓住楚王的兒子 也殺了楚國的大將上路 立下這個大功的呢 就是智鞏父子 這個時候智鞏呢 因為受了傷 就被楚國族 做了幾年俘虜 楚國呢 就知道智鞏這個人才來的 一直呢 就想逼他投降 智鞏呢 就硬不肯 到後來 楚楚王死了 楚共王登圍 進楚兩國講和 智鞏呢 就用楚國王子和上路的屍體呢 來交換智鞏回來 楚共王呢 知道智鞏這回回智鞏 那他就想討好一下智鞏 臨走了 就接見智鞏就問他 你在楚國住了這麼久 現在要回去啦 那你做了這麼久 會不會懷恨寡人呢 智鞏就說 兩國交兵 是我沒用才會做俘虜的 這次大王恩典放我回智鞏 就算到了智鞏之後獸刑斬頭 我也只是恨自己不爭氣 怎麼會恨大王啊 哦 那你就應該感激寡人了 大王 大王 盡楚兩國 為了兩國的國家和百姓打算 互相和好 釋放俘虜 對兩國都有好處 大王 叫神感激誰好呢 楚共王 看見智鞏多謝都沒有舉 心就不太憤氣了 又問 那寡人放你回去 你又怎麼來報答寡人呢 大王 我已經說過了 我並沒有怨恨大王 也沒有感激楚國 我既然無恩無怨 就談不上什麼報答 楚共王還是想逼智鞏說幾句好話 他就說了 說話就不能夠這樣說 你到底在楚國住了那麼久 你是客人我是主人 那臨別總要說一些報答主人的說話 是嗎 智鞏看見楚共王還是不死心 他就說 既然大王一定要知道 那我就老老實實對大王說了 這次託大王的福 我能夠回歸進國 如果我主公怪我 有肉博體殺了我 那我死於軍法 能夠死一進國 我死亦心甘 如果我們主公免我一死 將我交給我父親來處治 就算我父親怪我做過俘虜 有肉家門 將我拉去祖廟殺出來製祖 那我能夠死於父親之手 我亦都樂意 萬一我們國軍和我父親 免我一死 要我繼續留在處做事 甚至要我帶兵來鎮守邊疆 那到時就算碰到大王 我亦不敢違背進國國軍之命 一定盡心盡力 戰死沙場為止 絕不會三心兩意 一定要盡進進國軍人的本分 大王要楚國的將軍 盡忠職守 忠心為國 我亦一定會做個忠心為進國的將軍 勇敢來報答大王恩典 那個楚共王一聽 哇 這個治安真是了不起 進國有了他 以後就更難對付 但是呢 兩國已經約好要交換俘虜 又沒辦法難阻 楚共王就對朝中的大夫說 你們大家以後小心治安這個人 進國有這樣的人才 千萬不要輕敵 進國 直至呢 楚共王就客客氣氣 派人送治安回盡國 那韓厥呢 一直都知道治安為人 所以呢 就推薦治安來接元帥之位 治安接到元帥之後 盡國附近的鄭國和陳國呢 都已經依附了楚國了 那麼陳國是小國來的 進道公呢 就想先去攻打陳國 修復他先 治安就勸著說 陳國國家細小地方偏僻 無關大局的 鄭國是中原門戶 歷來爭霸呢 一定要先征服鄭國 寧可不要十個陳國 一定要得到鄭國 我們還是先攻打鄭國為好 進道公就說 是就是這樣 鄭國是最反覆無常的 今天投降 明天就背叛 就算修行了他 他也很難真心依附我們 治安就說 主公 這個呢 也不能夠完全責怪鄭國 因為我們進國一退兵 楚國呢 跟著就攻入鄭國 故事呢 他沒有辦法死心塔地 跟隨我們的 神有一雞 可以使到鄭國死心塔地 依附進國 哎呀 進國和楚國啊 輪流來打鄭國打了幾十年 始終都還沒搞得定 這個治安有什麼大本事 能夠真正修行鄭國呢 原來治安呢 他想了一個以日代勞的打法 他將進國的大軍分成四份 留一部分主力做中軍 他自己來指揮 其餘呢 就分成三個軍 還將依附進國的中原九國的軍隊 也都編在那三個軍那裏 三個軍 輪流去打楚國 每次出動一個軍 敵退就我進 敵進就我退 總是不跟楚國來打硬仗 一尾拖著他 一個軍出征 另外兩個軍就休整 那個楚國呢 一年四季捱打 雖然沒有受到很大損失 但是呢 記得進國來勢這麼猛 又有其他諸侯兵馬相助 就不敢怠慢了 所以出了大部分兵力來應付 真是被進國搞到疲於不明 只是故意應付進國 也沒有辦法來幫助鄭國 進國呢 就乘機出兵去攻打鄭國 日心要徹底修行鄭國 那時候呢 進度公有個弟弟 叫做楊幹 這位公子楊幹 和進度公是一無所生的 今年剛剛十九歲 血氣荒江 聽聞說要攻打鄭國 那他還沒打過仗 就想參加一份去上陣作戰 他想著自己是國軍的弟弟 又自以為練過武 學過一下兵法 這一回一定可以做一個將軍 帶領軍馬去楊威國外 怎知道呢 到那天元帥登壇點像 怎麼來怎麼去都輪不到自己的 那位公子楊幹就忍不住了 就自告奮勇 要求當先鋒打頭陣 元帥智鋒就說 我今天分兵上陣 只要速進速退 並不是在沙場上決戰 已經分派好了 小將軍雖然勇猛 不過這次無用武之地 還留回日後大顯身手了 那確是吧 這個公子楊幹都沒見過 這個戰陣的 又是金枝玉葉來的 變道上得戰場的 元帥這樣說法 分明是請你下台街的意思 那些公子就死不睡醒 一定要去 元帥智鋒也沒有辦法 就派他去第三軍那裡 第三軍呢 是後備隊 三支軍隊輪流去打他 又排第三軍 什麼時候輪到他去 楊幹就不肯 去第三軍 去第三軍 看不起我 什麼時候用得上我 不是了 我還是要去第一軍打頭陣 他說出來爭要去第一軍 這回元帥智鋒就不肯遷就他了 不行 行軍點帥 哪有得說價錢 要你去第三軍 就第三軍 那個楊幹見到元帥 當眾敢不給面 一套火了 我大哥當國軍 你不愧是我大哥 封你做元帥 我就是要去第一軍 我看你又怎樣 那個楊幹就返回入宮 他自己編了一對玉林軍馬 好了 第二天 進國的大軍要進行出兵前的操練 元帥智鋒帶兵十分嚴格 軍隊排列得整整齊齊 莊嚴威武 一聲令下大軍就起行 哈哈 那個楊幹目無君法 他居然自己帶著一對人馬 橫衝直撞衝入 要逼進前鋒隊伍那裡 要打前鋒 那時候 縱軍司馬 也叫做毅降 這個人 是元帥智鋒很信任的將軍 這個毅降為人耿直又有謀良 智鋒就派他做司馬來執掌軍法 毅降見公子陽幹目無元帥 公然違反將領 衝亂行列 即刻下令鳴鼓 龍龍龍龍龍 三通鼓響 三軍都停下來 試馬毅降 試馬毅降就叫軍事 將楊幹的馬車攔著 押街過來 接著毅降就宣佈 楊幹故意違反將領 搗亂行軍秩序 按軍令當斬 哇 斬 斬頭啊 嚇到楊幹 臉色都變了 整身打冷陣 差點在兵車上扑了下來 試馬毅降 跟著說 呼念楊幹的國軍親帝 留給國軍處置 將駕駛馬車的視從斬首 將楊幹 趕出軍營 那些軍事 即刻将羊干的车夫推下来就地斩首 那个羊干就撿回一条命 吓得魂不负体 驾驶着马车飞快地逃出迎门 这位贵公子 今天三军面前 这么来到被人家乐面 又生气又惭愧 立即进宫见国军 一见到大佬晋道公就跪在地上 哀哀哀哀哀哀哀了 晋道公一直很疼这个弟弟 见到他这样也害怕了 快点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羊干就将刚才司马毅干 杀了自己的车夫 还要杀了自己的事说出来 那位晋道公一听 什么 小小一个军中司马 居然敢在三军面前 敢来凌辱我弟弟 即是犹豫侮辱寡人 不杀魏江 怎么能出口气 晋道公立即叫人去找元帅智恩 元帅智恩 见到魏江得罪了公子杨干 知道晋道公一定不肯罢休了 急急忙忙就赶来 所以晋道公就吩咐叫元帅 立即去绑魏江来问罪 元帅智恩明知道这件事是羊干自己的过错 但是现在晋道公正在发火 晋恩就想让晋道公稍微生气 才劝他 晋恩就说 主公 魏江是他有骨气 守法制的人 有难他不会退缩 有罪他不会逃避 主公不用派神去召他 他处置完操练的事 即刻就会来见主公请罪 说话未说完 魏江果然来到功换钱 那魏江 右手拿着一支宝剑 左手拿着一封书简 跪在五门前 魏江他也知道 晋道公一定会争着自己的弟弟 一定会杀了自己 所以真的不用叫他自己赶来 他将封书信交给首位 请他们转程晋道公 然后他拿着宝剑 准备就在五门前自杀 忽然间一个人冲出来 一手抢了一支宝剑 原来是玄碎晋鸥 晋鸥也害怕魏江会出事 故此品报完国军以后 就立即赶出来 出来一见到魏江 就快点上前 搶了一支剑 就对魏江说 司马为了国家公事 执法无私 何必出此下策 你在这等我 我亲自带着送这封书信给国军 说完 晋鸥就拿着魏江那封信 翻转头进去见晋道公 将封信呈上 晋道公打开来一看 魏江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小臣成蒙主公重用 身为司马执掌军法 臣问三军之命 是于玄碎 玄碎之权在乎命令 有令不幸违令不乏 三军如何指挥 当年卑城战败 拜在将门子弟 争功无尽 不守军令 今日 臣尽司马即责 斩为令者 臣知定必冒犯主公 然军法无私 臣愿一死以为军法 封道公一边看这封信 一边连冷汗都飙出来 立刻问 现在魏江呢 臣愿说 魏江之罪 想在五门前自杀 神拦阻着他 然在门外等候主公发浪 那封道公一听见这么说 立刻跳起身 连鞋都穿不下 打大尺脚飞跑出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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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